哈喽大家好 最近又有一个礼拜左右没更新了 并不是因为房车厂家找我麻烦了 或者因为害怕消失了 跟这个没有关系 最主要是我酒店那边有一个朋友 邀请我过去拍摄一期的一些节目 然后我就从成都飞到桂林去 在桂林陪他们拍一期节目 拍了四五天 从桂林飞回厦门 现在我在厦门的家里 在家里面陪下家人 我订了16号的机票回成都 然后17号我会在成都的房车展 跟大家见面 如果你们刚好也有这个意象 在成都想去参加这个房车展会的 我可以在成都约一下见个面 参加完成都的展会以后 我会把我前车的那个图观 轮胎啊刹车片啊各方面的全部换一遍 我们就开始出发进西藏 这一次呢去西藏路途啊 耽搁的事情比较多 走了一个月了 然后现在才到成都 我也还没进账 这次呢这个展会参加完以后呢 我也就没有太大的事情 也就很专心的去西藏给大家拍风景 路上跟大家分享一些路上的故事 跟我真实的黄车生活 还有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最近还能不能干下去 然后收支还能不能平衡 目前来讲啊 最近在一段时间发了一些视频 有几个稍微有一点热度啊 然后还是收益目前来讲还是可以的 还是能够稍微能够收支平衡的 那希望我在近战的路上 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 那关于我的收益 高低的取决有几个原因啊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 大家能够把这个视频能够看完 能够看到多少 比如说我这个一分钟的视频 你能看到 能不能从第一秒看到最后一秒 还有一个呢就是 你看完了以后 你有没有点赞 你有没有评论 西瓜视频的朋友呢 是还有一个取决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长按点赞按钮三秒 触发这个超级站 那有这些超级站 还有这些各种互动的评论 都很重要 总体来说就是第一 视频的玩播率 第二点赞评论转发 第三西瓜视频超级站 一定要帮我给他触发 点赞 长按点赞三秒 触发这个超级站 所有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触发了以后 我的这个视频 他的收益就会就会非常非常高 那如果你们只是把那个视频 从头到尾看完 也没有点赞 也没有评论 然后他的收益 可能会相对稍微会低一点 希望大家能够多的支持我 然后能够让我在路上赚多 赚够更多的生活费 然后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 这个就需要大家共同的支持 然后我也才能给你们 拍更多路上的故事跟风景 一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样子的 希望我们能够在成都车展相约 我们成都见 拜拜